是那個充農運因為它有三個部分 然後這個是農藥系統的部分 特別感謝 呃 臺文在卡西 非常的快速的加工 那現在其實要找農藥的話 像我現在在這邊找到一個瓜 實際上呢你可以從這裡面呢 從裡面找到不管是藥劑作物並且安全採收期 甚至是藥劑本身的劑型含量 它試用次數跟試用方法 還有一個是現階段農民機裡面非常重要 他們很實在意的 呃作用機制 因為實際上作用機制就好像是你 本身 如果你頭痛的話你吃了阿斯丁下去 那你吃了胡拿德下去以後 然後結果你 後來隔了一個小時你又吃了一個 叫做利品肯的東西 可是實際上這兩個東西 是一樣的 它的成分是一樣的 它的作用是一樣的那種感覺一樣 就是說 呃就是其實有不少農藥農民本身用了一個重複的用藥 所以在這裡 也列入了一個作用機制的 內容在裡面 那另外就是說 這裡也 除了說 像這種 橫條式的 比較常見的一個方法以外 為了要讓那個 在視覺上 比較更 清楚看的話 也做了一個卡片排版的模式 那卡片排版模式的話 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說 你的藥氣本身 就是你的藥氣本身呢 可以 就是你的藥氣本身呢 在這裡可以看得到一些 產品的名稱 像這裡我舉個例子 青沙滿 青沙滿上面就有一大堆 很神明的名字 甚至我們在裡面曾經找過有一種藥 它叫做 托福 托福 托福歐沙滅 或者是一些什麼 鐵沙掌啊 金鐘罩啊 這些都會用 像這裡什麼 呼滿島 我摸得 蠻王 那 這一些其實 它的藥劑名稱 之後還會再補上一個 麻煩 Rony跟LY 去 砍下來的那個 藥劑外包裝 這個資料 那有了藥劑外包裝 比較可以讓 使用者知道說 什麼藥劑包裝是正確的 因為其實外面有蠻多 假藥的 那就是說 可以讓他們可以 不要去找到這些維麗農藥 那 另外一個是 第二個系統 現在還是持續成跟 成跟前端 跟 那個 以外設計 因為那個 農藥栽培系統 實際上算是蠻 開放式的 讓大家可以 去做設計 就是說 它有點像是像 氣象 氣象警報的時候說 哪裡會下雨 哪裡會感染 或者是哪裡會有颱風來 那這個就是說 蠻開放的就是說 讓大家可以 怎麼樣去用 地理的方式去設計出 這一些 不管是疫情 不管是災培上的問題 不管是災培上的事件 可以在 地圖上面去呈現 就是現階段 台灣農業災培的 訊息或資訊 到底 發生什麼事 疫情從哪裡擴展 哪裡發生污染 或是哪裡農業殘留性 特別嚴重 這些呢都是 算是蠻開放性的說 如何去設計出一個 讓大家在視覺上 可以 那不管是一般民眾 不管是 農業部門的人 都可以更清楚的 知道說到底 農業的災培上面的問題 到底發生到哪裡去了 那 這在HPAC上面 有那個 MARK UP的設計 那 它可以在設計什麼樣子 那也歡迎就是各位 醫工醫界 或是說 直接跳分進來 謝謝